其实我觉得台湾加强自己的军事装备更有利于两岸和平 大家都知道这个和平不是用一厢情愿能够换来的 和平不是用意愿可以换来的 今天到今天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基本的大的局势的和平 我们知道尤其在冷战时期也没有发生核大战 它是靠军事平衡导致的 美苏之间的这种军事平衡谁也不敢先动谁 换句话说很多的和平 其实是靠扩充军备来维持的 如果形成这样的恐怖平衡 两岸之间如果军力过于失衡的话 那当然会使得中国的军方觉得用武力解决 就是来得更轻松更便宜 它反倒有不利于两岸和平 它会导致有一方以大吃小的觉得更容易 如果两岸的武力不是那么失衡的话 那假如说中方想武力攻打台湾 它要做更多的就会去做更多的思考 所以我觉得台湾加强武器装备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认为实际的效果 其实是有助于两岸不会动物的方式来解决的